我承认还有感觉 想起你眼里远冒大雪 有天寒地冻才对能确认 我没白白浪费爱你那些 如果说风筝飞不了的冬天 这些离开是最长情告别 本被烟烟瓦解 在夕阳可见 最后的剑影 谁为谁纪念 如果说这是夺不开的泪点 你说两个人是两个世界 让一天像一年 让一年像一天 怎么能坐进你心里面 说爱你不变 不变 你不变 你怎么来啦 霍正 不是 我就是想问问你 今天让你跟江村 好好聊聊 可是你跟他说 你们俩不熟 你到底怎么想的 我看到他平安回来 我就放心了 我想什么呢 你 你这什么表情啊 你这哭呢还是笑呢 你是打算跟这个江村 老死不相往来了 是不是 以后在江村面前 不要提起我了 我在江家发生的一切 也要瞒着他 为什么呀 这对他来说是好事 忘记了过去 才能重新开始 对我也一样 霍正 你要是这么说 我就明白了 你就是现在想离开 想退出 对不对 反正江村回来了 现在能帮助他的人 也不少你一个 是不是 他身边有你就够了 我有的时候真为他高兴 他身边有你这么好的朋友 真是他的福气 你 你这是说你呢 还是说我呢 还有一件事情 我要拜托你 我之前给过江村一份 亲自鉴定 他跟博二的 不知道他放哪儿了 你一定要把他找出来 然后给江叔叔 你还做过这个 因为那个时候 我特别担心他 那现在呢 现在没资格了 记住了 一定要把这份亲自鉴定 给江叔叔 走吧 你手怎么了 伤着了 没事 一点想伤 会不会感染啊 要不要去医院 不要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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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我还有用 我还有用 怎么样 我是不是可以改行做你的经营 我觉得你还是当董事长的前面 别远 大家别拍别拍别拍 干吗 这不是以前拍得挺好的吗 这不是以前拍得挺好的吗 这样 就这样 那就用爱来交换 你又没像我一样 这样的嘛 今天你也很像我一样 你也有权利去找你喜欢做的事情 如果拍完后 可以让你开心 我不再拒绝 实在不行你就还超过 你这个老婆 还是你还是你 все 你 你 我们都要一个安全感 所以有什么好处 那就用爱来交换 谢谢这寂寞孤单 谢谢让我们成长 我告诉你你很吃的拉肚 你什么样啊 我才不会呢 我要的幸福也简简单单 小的灿烂 苦的夸张 你生日的爱 毁力都是美好的 现实都是残酷的 这外幸运 你解决不了地球人的烦恼呀 还是睡吧 那就用爱来交换 那就用爱来交换 准备好了吗 公司的人都在等你 你强迫我寄这些资料 我还是没有底 我觉得我应付不来 一切都太陌生了 相信自己一定行的 这个项目 你盯了一年多了 不能说放弃就放弃 真是奇怪了 我怎么面对你的时候 不觉得陌生了 算我没有白疼你 这些年 我安前马后的 我干了多少活 算你有良知 谢谢 谢谢 加油 好 一会儿见到张勇 跟人好好说 大夫好 你好 记忆也会不错啊 哥 你怎么来了 你看看你 领带都挤歪了 是吗 来 我帮你调整一下 每次都这样不注意力 好了 这样多帅气啊 我最近总是想起 想起秦英素 但我又不确定 是不是他 不会是获知吧 人家在凌海 你在秦岛 八百年见不着一面 上回你失踪的时候 人家来找你 是因为秦英素担心你 是替人家姐姐着想 哥 最近是不是太累了 要不然忙完这段时间 出去散散心吧 走吧 亲自鉴定安排了吗 不是都已经做过了吗 干嘛还要再做一次啊 再做一次 双保险 是 最近是不是太累了 要不然忙完 这段时间 出去散散心吧 嗯 我哥不会真的想起来获知吧 他要是想起来获知 可怎么办呢 咱们啊 尊重过之的意思 能不提就不提 有缘无分的严管 别住今天了 把我家住 就是阿哥 你告诉我吧 我给你们的 阿姨怎么还找我了 江村 我劝你知难而退 你不是江家的亲生孩子 做亲子鉴定 对你一点好处都没有 你留在江家 不就是为了财产吗 可是你用这种方式 跟博儿争你会一败涂地的 怎么您这么担心 我亲子鉴定的事 我有什么可担心的呀 到时候难堪的是你 你怎么会担心的呀 其实 把过去忘记了有多好啊 你这么折腾 你会想起很多 非常不愉快的经历的 你知道吗 我是江村 没有人可以夺走 一个人的记忆 所以如果你真的担心的话 还是在亲子鉴定之前 跟爸说这实话吧 我说的每一句话 都是实话的 那好 这样吧 要知道啊 我以前失去一切了 我不在意再失去什么 所以就算爸不做 这个亲子鉴定 我江村也依然会做 我们走的路不对吧 不是要去做亲子鉴定吗 我都安排好了 爸医师通知我 选医院做亲子鉴定 我们现在去十一日 可是我都安排好了呀 欢迎一下吧 今天听江村 走 喂 小雅 找我什么事啊 什么 江村跟江爸终于做亲子鉴定了 什么时候出结果啊 猜好了 一切终于尘埃落定了 你还有什么话说 还有什么话要说啊 我是这么地相信你把一切 所有重要事情交给你去办 结果你居然骗我啊 你怎么办 方秘书把这份亲子报告 交给我的时候 当时我还以为我弄错了 可是后来我才想明白 我终于想明白 你从一开始 你就打算泄害江村 泄 是 我就是打算害江村 知道我为什么这么做吗 因为有人一直在害我 三十年了江建国三十年了 你知道我怎么过的吗 你知道我经历了什么样的痛苦 折磨绝望和崩溃吗你 爸 你把我一辈子都毁了你 我现在只是为了我女儿 多悔她应该得到的一切 我有什么错 我一早我就告诉过你 你如果你愿意离开的话 你随随都给你离开 我不会阻拦 是你自己不愿意离开 是你给了我希望 是你跟我说你跟你太太关系不好 是你说她在外面有别的男人 我一次一次地安慰你 之后你说你离不开我这些 你都忘了吗 因为你 我把我一生的职业不要了 我 我把我打好前证都不要了 我拼了命地给你剩下了女儿 看看你怎么对我 怎么对国儿的 你甚至都不敢承认 国儿是你的亲生女儿 你什么时候 你怎么回事 终于你跟我在一起了 第一天开始你就知道了 我有妻子 我有儿子 我从来也没骗过你 我更没有强迫过你 你怎么回事 我 你怎么回事 你太可笑了吗 江青光 你一句话 你就把所有的责任 都退卸掉了你 你从一开始 就把结果都想好了是吗 是 是 是我错了 是我有缘无助 还是你 是我看见你在婚姻里面 那么痛苦温馨等你 我想给你安慰 给你温暖 给你爱 给你一个家 太天真了 我甚至从一开始的时候 我都没有想过 要去取代你太太的位置 直到你太太去世 我才发现 你现在根本就没有我 就见过三十年啊 三十年的青春 三十年的金鱼 李虾 认输服装 都被你换来一死一毫的 冒冒和感冒 你是什么样的电视心掌啊 好 你把一切都留给江崇的时候吗 你想一想过来 想过伯儿吗 没有 所以我才要把 把属于伯儿的一切 我要亲手夺回来 想见过是你把我逼成这样的 是你把我逼成这样的 你把我逼成一个疯子 逼成一个魔鬼 你知道我要搞恨你吗 我恨死你 我疯了 你求 你换了我的药 给我下针 让我昏迷 这些药坏都可以动得不知道 但是 你不可以侮辱他 你不可以侮辱他 我不许你侮辱他 我这一辈子 唯一做错的一件事情 我就是后悔 我误会了 心里还有别的人 以至于让他最后含恨而泄 所以现在 我不许任何人诋毁他 我诋毁我们的儿子 你知道吗 我不许你诋毁他 爸 你说什么 是他害得你昏迷不行是吗 我醒来以后 医生仔细把这 我昏迷的原因告诉我 能够轻而易去做到这件事情呢 你只有我认为死了医生 我 按理求我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你为什么这么狠毒 你为什么要生下我 为什么 我 你别叫我 你别叫我 你不配 我要报警 我要让你为你所做的一切都付出代价 不管怎么说 那是你的亲生母亲 那不是 我没有你这样的妈妈 我宁可一辈子都没有妈妈 你满意了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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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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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安怡秋 我就想问你一句 你当时为什么要生下我 你知道我为什么讨厌齐灵死吗 因为我们两个都是想靠着怀孕 姑姑在江家的位置 但是我跟她有一点不一样 博儿 我从第一眼看见你 你还那么小 眼睛黑黑地看着我 我一下子我就崩溃了你知道吗 我就知道我这辈子只为你活 博儿 不管我受了这个世界上什么样的苦 我都在所不惜 只要你幸福 博儿 你后悔我 我这辈子确实做了很多错事 只有这件事我不后悔 只有这件事我不后悔 就是生了你 博儿 博儿 过来 我们还像以前那样 让我抱你一下 行吗 你什么时候心里 真正月亮 我 给我打电话 我不会 我不会再给你打电话 我 我不会再给你打电话 我 那就来吧 想象春啊 恨爸吗 我也不知道啊 也许以前恨吧 不过现在想想啊 其实也不算一件坏事 你这个性格 跟你妈一样啊 你妈从来没恨过谁啊 是今生的晚 干杯 谢谢你了 小雅 也谢谢王院长 我明天就要起 去面试了 干 江村回来了 你又要走 你说你正来去的 我帮你涂什么 江村是个好人 值得帮助呗 再说了 他跟我姐也算是夫妻一场 我们也算是家人了 家人当然应该帮助了 行行行 他是你家人 我是外人好吧 来 给你送行 面试一定赢 谁说你是外人了 你可是比我亲人 还要亲一百倍的家人 干杯 干杯 吃饭 我帮你来 好 好 一路停了 婚礼的礼物的事 在这儿上新 放心吧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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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老的太阳啊 特别的毒 一个女孩子家 连个防晒也不备 来 出门带着她 太没有防晒意识了 你怎么知道 我没有防晒啊 我在小刘远 跟你收拾行李的时候 发现的 你肯定是跟老板娘 穿通好的 要不你怎么能提前 给我收拾行李呢 对不起 我认错人了 没关系 我认错人了 在这儿又可以 我记得是 你好 我死了 我跟你说 发生了 我死了 姜伯伯 姜伯伯好 谢谢你妈 谢谢 谢谢各位 都好了吗 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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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麻烦我们就休息了啊 好 不然我们先休息了 拜拜 待会儿要来啊 待会儿要来啊 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啊 要嫁人了 有点紧张 紧张 紧张啊 紧张没关系 我马上把这个婚礼取消 不用嫁了就没事 你敢 你待会儿不终于我啊 吴儿 这几年呢 委屈你了 爸太自私了 没有顾虑到你的感受啊 你看这一眨眼 我就要嫁人了 我还真有点舍不得 我还真有点 过去的事情 都让它过去吧 我真的 真的很庆幸 等当年的女人 那你放心 就算我嫁出去 我也还是您的伯儿 要是陈凌生欺负你了 记得找爸爸你老虫 干嘛找爸 你这当哥的干嘛呢 要是找爸的话 这事还有个商业 要是找我 你可别忘了 不过我才不帮你修理他 我回头帮你修理了他 你掉头来 马上就帮着他修理我 爸 你看我哥 别动了 好 好好好 伯儿 典礼完之后 你就是陈太太了 你以后做什么事情 不可以那么任性 凡事 都要替别人多想一想 你以后 删对你的公婆 然后 做好陈家的媳妇 为你爸 丢脸 我知道了 爸 爸 爹 那我时间快到了 爸去准备一下 待会儿 待会儿我就把你 送给别人了 爸 爸 本社会很有声音乐 你怎么能把你收 kepada我 不是开心吗 这个话 我没事 好 我来 你来 无限 我来 你来 这件东西是安阿姨托给你的 我不想要那个人的东西 你可以原谅爸 为什么不能原谅他呢 其实这些年来 他除了让你叫他妈之外 能为你做的他都做了 他希望你能带着这个长命所 不如到你的婚姻殿堂 也算是他作为母亲的一份祝福 话我说到这儿 要还是不要你说就算 不过不要哭 秦娘子可不许哭名字 一会儿见 尊敬的各位来宾 女士们 先生们 接下来让我们用掌声 有请美丽的新娘姜国儿 在父亲的陪伴下 幸福地入场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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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forward 交给你了 薄儿 谢谢你 让我走进你的生命里 也许 我不是这个世界上 最富有的男人 但我一定是 最爱你的男人 从今天开始 我会爱你 保护你 陪你一起哭 一起笑 无论是现在 将来 还是永远 无论是一帆风顺 还是艰难险阻 我趁离生在此迷失 我愿意一生 都陪在你姜博儿身边 孤立不齐 我姜博儿在此迷失 无论贫穷 我姜博儿在此迷失 还是富裕 无论健康 还是疾病 无论逆境还是顺境 我都是你的妻子 一生不理不弃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雨天 你 您是来出差还是旅游啊 都不是 哪儿去机场接人啊 我已经没有人可以接了 我要离开这儿 再也不回来了 我知道 你刚刚一定站在台下的某个角落 亲眼看着我出嫁 很抱歉 我还是无法面对你 但我真的已经不再恨你 我总是会想起 每次我哭得那么无助的时候 是你把我抱在怀里 每次我惹爸爸生气 是你护着我 每次我说想妈妈的时候 也是你哄我入睡 这么多年 你一直在尽一个母亲的责任 而我却没有经过一天 做女儿的孝道 所以以后的日子 我会努力幸福地生活 因为我知道 那才是你最期盼的 我们姜大小姐 貌美如花冰雪聪明 我关心你简直是天理难容啊 这一瞬间我不开心 多吃点啊 嗯 其实 小的时候 我就尽量在想 你要是我妈妈该多好 你们呢 一直都那么疼 刚才那句话 说我说错了 你不要生气好不好 要不然 我陪你去吃饭 去厕所 然后逛街 给你赔罪好不好 别生气喽 下次再见面的时候 我希望 交入一生 妈妈 不合儿 我一定会回来的 你给你赔罪 你可不可以 你别怕 我收到你 那些人 我听说潜水 特别好 这哪一回时间去呢 你怎么现在才来呀 典礼都结束了 不好意思 新闻的时候 我得吃了一道鸡舍 不是赶紧来了吗 我请给你们的道 谢谢 祝你跟博尔 新婚快乐 早生贵子 人道就好 你不知道 博尔一直都念叨你 真的 那当然了 我在想 要不是你把这个家伙给甩了 我怎么能解这么大便 干嘛 我说得真心话 你呀 不愧是姜木博尔 什么都能做 那当然了 对了 你见到我哥了吗 我下职就直接过来了 看他看吧 我听阿姨说 你是要去米兰 做姜汛老师 天哪 你要出国 林涵已经离我们这儿很远了 你要去米兰的话 那岂不是离我哥更远 反正在你哥的记忆里 早都没有我这个人了 再说了 米兰那么好 我怎么可能放弃 这么好的机会啊 不过你而是走了 就没有人冲吼了 我会回来看你的 快点快点 赶紧啊 跟你和新郎出场讲话了 哦 好 你们快去忙吧 不用管我 好的 先走了 是啊 我先 好 你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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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霍芝 你是霍芝吧 陈阿姨 好久不见 听李生说请过你 还以为你不来 没有 虽然跟李生分手了 但是我妈还是朋友嘛 我以为她能够要高兴 霍芝 你别怪我 哪个当妈的 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好 再说 我怎么知道 那天看见的那个人 不是你 是你姐 你可不能怪我 拆散你和李生啊 过去了就让她过去吧 其实 我特别能理解 你们感受 我现在看来 说不定你还是对的呢 如果我真跟李生结了婚 她可能也不会相信 她这么幸福 我也不会相信 她这么平静 真的不怪我啊 真的 我跟李生 可能一直都差那么一点缘分吧 我有一点 我想跟阿姨您说 虽然陈领生是您的儿子 但是从今天开始 他也是胡儿的丈夫 以后 还是他们孩子的父亲 以后 我觉得很多时候 你也可以试着放手 该让他独立承担了 我就是 老师 你来看 我 你来看 谢谢你 你来看 我 有什麼事 活著 好久 沒想到在這碰到你 我給你打過電話 你沒接 我以为你不会再回来了呢 可能 我们又曾有个新电话吧 你过得好吗 我明天就要出国了 这次好不容易回来一趟 所以约了不少朋友 待会儿还有去见最后一个 那我不打扰你了 再见 谢谢这寂寞孤单 谢谢让我们成长 不算伤 我要的幸福也简简单单 小的灿烂苦的夸张 你是的 我 你 也不想伤 那 有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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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想伤 那就用爱来找她 好 好 好 哥 谢谢你 以前你去跟我说过 等我结婚的时候 会送我特别漂亮的宴花 没想到你真的做过了 哥 你找到记忆了 我又不是找到记忆 怎么可能想到 送你这块儿的笔物给你 我们都要一个安全感的人 So there's nothing better than you 那就用爱来交换 那就用爱来交换 走 尼尔姐 老至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 作词曲 李宗盛 其实有时想出更难 我和你微信的坦然 反面看却也心酸 你又没有像我一样 我猜你也舍不得放我 落叶离开北风以后 也别太受感太悲观 相信爱 Oh there's nothing better than you 我们都要一个安全感 so there's nothing better than you 那就用爱来交换 谢谢这寂寞孤单 谢谢让我们成长 不算伤 我要的幸福也简简单单 笑的灿烂 哭的夸张 你是答应 你是答应 Oh there's nothing better than you 我们都要一个安全感 我们都要一个安全感 Oh yeah So there's nothing better than you Thank you 那就用爱来交换